我是老王 刚上过邻居的床 不幸的是 他老公居然连夜带花赶回家 我只好藏在了床底 听着外面的声音 老公你真浪漫 我爱死你了 是吗 既然爱死了 那就真的去死吧 听到这句 我不禁浑身一颤 因为伴随着这句话 我还听到女主人小梅呜呜的声音 整张床也在微微晃动 那一刻 我已经可以挠不出一个画面了 小梅被压在床上死命挣扎 双脚乱踢 双手想要推台男主人大康 我平住呼吸 完全不敢作声 更不敢贸然出去 因为大康可是个身强力壮的粗汉子 两拳就能把我打趴下 出去我就死定了 不一会儿 我听到小梅的物业声越来越弱了 完了 他要死了 但是大康为什么要杀他 在他动手前 他们没有任何不对劲的对话 大康几乎是突然发狠 没有任何预兆 就把小梅压在床上了 锁猴更是让他叫呼救 都叫不出来 下手之狠 明显是有预谋的 而原因 也呼之欲出 在床上没了动静之后 我听到大康说了半句话 终于死了 靠 接下来到那个男的了 原来大康知道 想没有男人了 这顶绿帽让他太过耻辱了 所以他才痛下杀手了 那一刻 我瑟瑟发抖 我心闻最后一次期望就是 大康可千万不要发现 我就是那个男人啊 我敲咪咪的摸出手机 确认他是否完全禁音 打电话是不可能的了 稍微有点动静我就会死 可是下一刻 屏幕却突然亮了起来 吓得我差点叫出声来 好在我忍住了 我定睛一看 屏幕上赫然显示着 大康那一刻 我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大康知道我就是那个男人啊 但幸好他并不知情 我仍然躲在床底 我颤抖着双手 把大康的电话挂了 然后切到他的微信 给他发了信息过去 加班 开会 有事 手指不断抖动 这已经是我在短时间内 打出的最流畅的句子了 很快大康就毁了我信息 没事 想找王哥你吃宵夜 你几点下班回来 想好好搓一顿 我想了想 回复道 是多 不一定会 你跟老婆吃 改天我回请 把这条信息发出去之后 我手掌都开始冒汗了 因为我全缩在床底 最里面最黑暗的角落 已经贴着墙了 非常笔子 这让我浑身难受 打字也难 刚那两个信息 让我手腕都酸了 发完信息后 我静下来思考 接下来要怎么做 毫无疑问 要报警 打电话明显不适合 网络可以报警吗 我不清楚 想要弄明白就要去搜方法 这对现在的我来说 太出类了 那就只有一个方法了 通过微信联系好友 让他帮我报警 但问题是 联系谁最好 我一个月前才来这城市 亲朋知友都不在 人水不能就进火 而且如果可以 我真不想让任何人 知道我勾搭了有福之福 因为我无名纸上戴着戒指 这时候 我想起了一个微信群 里面是我过来这里后 打篮球认识的几个好友 没有利益相关 就是打球喝酒吃夜宵 纯粹的很 跟他们求救 是可行的 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 我听到外面 大康慢慢咧咧地爆粗口 床铺又开始有点震动了 我也不管那么多 就悄悄摸着手机屏幕 编辑我的求救信息 但就在那时候 我听到啪一声 一个重落地的声音 我扭过头一看 小梅被扔下床了 吓得我手机都差点脱手 我咬牙止住呼吸 尽量不发出一点点声响 就在我惊魂未定的时候 小梅的脖子 突然诡异地扭动了一下 然后她就侧着头对准我 再看到她的一瞬间 我整个人都凉了 她的脖子明显被掐断了 显得比平时更长 长了很多 她的面部因缺氧而成紫青色 她的双眼 因为生前用力过猛而突出 她可能是非常想要呼救 以至于嘴巴张得很大 舌头也软绵绵地伸了出来 而那一刻的她 就像在看着我一样 我摸摸好一会儿 回过神来第一件事 就是把手机给吸平了 我怕大康蹲下来处理尸体 会看到我就这样 静静过了十多秒 大康还是没有开始 处理小梅的尸体 我反而听到她说话的声音 她在家 说是加班 平时她都不怎么工作的 她可能整晚都不在 这个怎么办 我是有她家门的密码 但她不再也难搞啊 听到这儿 我更惊讶了 一来是 原来大康也出轨了 二来是 她居然有我家的密码 我感觉她是想把小梅的死家货给我 我不知道她要怎么才能 把我打扮成凶手 但我还是庆幸自己 没有傻乎乎被安排 就趁这时候 我偷偷地把求救信息编好 并直接发到我那个群里了 兄弟们 紧急状况 帮我报警 天狼小区一三栋 一四零四是我邻居 难得把你的杀了 我看得清清楚楚 但我不能报警 请一定帮忙 绝非儿戏 发出去之后 我只求他们中的某一个没有睡 一个都行 幸好 马上 学历外号高老的朋友回了我信息 别开玩笑了 报家警很严重的 要进去蹲几天的 你都能发信息 为什么不能报警 高老的质疑是没错的 我不能报警 就显得非常不合理 但是我又不想解释 我是在凶手床底下 这一解释就暴露我是在偷情了 也好在我没有解释 不然我就死了 那时 我灵机一动 编造了一个不算聪明的理由 我手机坏了 拨号拨不出去 看到杀人我腿都软了 根本不敢出门 要不给我网上报警的入口一行 高老终于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了 马上回复我说 真目睹灭案了呀 那你不要着急 我马上打110 看到这条信息 我顿时轻松了不少 现在我只要好好地藏着 等警察过来就行了 但是 事情却顺息万变 因为我听到房里的大康声音 明显提高了音量 重重地反问出这么一句 什么 老王他在家 他手机坏了 不能报警 他还看到我杀人了 我愣住了 这怎么回事 我的那个微信群里 有人把我发的信息 马上转给了小三 我颤颤巍巍地举起手机 打开微信 才发现我已经被踢出群了 我还是能看到聊天记录的 在高老答应报我报警之后 群主老张却突然说道 别鸟怕 别中击呀 我上次都被他忽悠报了个假警 麻烦可大了 我先把他踢出去 一晚上让他反思一下 我明白了 是老张告密的 但高老还是有机会相信我的 不是呢 我连忙调出通讯录 点出高老的头像 正想求他继续帮我报警 突然间 外面的灯灭了 我大吃一惊 想到手机屏幕的亮光 很可能使我暴露 所以我也第一时间吸了屏 然后我听到了大康的声音 已经停电了 我要启动了 你们赶紧上来 要马上处理 原来停电是他弄的 但考虑到这一层楼 只有我们两个住户 就算停电了 好像也没有其他人会追究 这就很操弹了 不过他要启动什么 在确认他没有其他动作后 我又敲咪咪的把手机解锁 然后我才发现 手机居然没有信号了 大康居然有屏蔽信号的设备 他启动的就是这玩意儿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 事情可能比他杀气嫁祸 给我更加复杂 比如大康的帮手 明显不只是小三一个人 又如我一个本地好友群的群主 居然正好跟大康的小三认识 这太巧了 不可能这要巧的 我更倾向于认为 老张就是为了监视我才与我认识 甚至才见了那群的 因为今晚原本 我并没有跟小梅狗和的打算 是一时兴起的 所以大康以为我在家 随后 我又听到一个古怪的声音 大康 我们到了 1402是吧 之所以说古怪 是因为 这声音是通过沙沙的扩音器传出来的 他们用了对讲机 而这把声音 听起来像是老张的 果然是他 原来他就在楼下呀 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张大网 目的又是什么 而这时候 大康也迅速回答 门锁密码是850705 看你人的生日 你们小心点进去 我现在处理小梅的尸体 我连忙把手机吸了瓶 差点忘了 小梅的尸体还躺在地板上 我平住呼吸 扭头朝小梅的方向看去 随时准备观察大康的动作 那时 窗外的光映了进来 小梅仍然翻着白眼吐着舌头 而她的脖子 也变得又软又长了 被掐断脖子骨头的人 原来可以变得如此怪异 也就在那一瞬间 不知道是不是我眼花了 我居然看到 小梅的双筒里 竟然闪了一下光芒 我被吓出一个机灵 好在早就平住呼吸有所准备 不然非得叫唤出来不可 也就是这个光芒之后 我发现 小梅的双眼真的 在直勾勾盯着我 莫非她没有死 还是说 真有怨气未散这种事 就在我惊魂未定的时候 她那被拉长的脖子 居然真的动了起来 连带着她的头颅 也在胡乱扭动 一颗翻白眼吐着舌头的头颅 在地上被长长的脖子 托得乱动 我整个人都凉了 冷汗湿透了后背 才发现 原来是大康正在把她拉走 我抹了抹额头的冷汗 悄无声息地呼出一口气 手机没有信号 高老估计也没有帮我报警 我只能趁大康 处理小梅尸体的时间进行自救了 但就在我挪动身体 快要从床底出来的时候 外面又传来对讲机的声音 大康 你们没人啊 我跟嫂子一起找了个遍 完全没找着啊 这更说明事情不对劲 老张居然是早就在楼下等着的了 一开始 我还以为老张只是盯着微信群 看来不是 三个人合谋做一件事 还停了电瓶闭的信号 我更不信这一切 只是为了杀掉我跟小梅弄简单 但我身上 还有其他什么可图的东西吗 大康似乎是很生气地 把小梅往地上一扔 因为我听到了砰的一声 根据声音判断 他已经不在房内了 我连忙贴着地板 悄无声息地滚了出来 然后 我听到了大康大吼大叫的声音 找清楚一点啊 刚刚他不还发信息说了吗 肯定不是为了迷惑你 就他的智商 打死也不会发现 你有什么不对劲的呀 虽然很气愤 但我确实从来没有觉得 老张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不是的老公 事情确实有些不对 这会儿 对讲机传来的是一个女生了 我实在想不通 为什么之前老王不报警 拨号拨不出去 肯定是假 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他发不出声音 听到这话 我心里一惊 我抬起头环顾四周 这房间里 除了床底 真没有其他藏身之地了 但是 熄灯之后的房间 却给我提供了另一个思路 窗户 这个房间的窗户 是没有完全封死的 尤其此刻窗帘都没有拉上 对面隔空不远 就是我家小阳台 难怪大康会相信我从家里 透过窗户看到他杀人 这么离谱的事情 说时迟那时快 我急忙从地板上起来 一个箭步踩上飘窗 推开了窗户门 这个尺寸 我能爬出去 当时 我已经管不了爬出去之后 要怎么办了 因为我听到门外的声音 小三已经猜中了 你说有没有可能 老王就在你房间里躲着 大康却一副不耐烦的模样 回答道 怎么可能 我有那么蠢吗 那房间就那么小 能躲个啥啊 但是 他一边那样说着话 一边却踩着他踏踏的脚步声 折返到房间里来了 我只能迅速爬了出去 好在窗外 是有那种突出去的楼檐 我反手关了窗 再贴着墙挪动到边边上 这样房间里就无法一眼看到我了 十六楼啊 外面还吹着微风 我只往下看了一眼 脚都发软了 可待在房间里肯定是死刑无疑了 倒不如躲在这儿堵一把 随后 我听到大康在房间里 到处乱翻的声音 当然还夹杂着他的骂骂咧咧 好一会儿后 他才跟对讲机那头说 都说了没有 他肯定没在这个房间 你们找清楚点 时间不等人 很快就要十二点了 他们要在十二点之前杀了我吗 这又是什么限制 就在这时候 里面似乎又发生了让大康 也万分不解的事情 因为我听到他大吼了一声卧槽 然后才惊恐地反问 小梅的尸体不见了 刚刚我把他拖出客厅放着 进房间缩了两分钟而已 是你们过来弄走了吗 对讲机里的小三也非常惊讶 当然没有了 我们还在这边啊 你不是已经杀掉他吗 怎么可能会不见 听了他们的对话 我想起刚刚看到的小梅 他的状态 表情 以及他的双筒里 闪过的一丝光芒 莫非他真的炸湿了 大罗外面风呼呼地吹 想到小梅可能炸湿 我的脚更软了 就在我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 屋里老张通过对讲机传来的指责声 一天安静中显得尤其刺耳 大康 你是不是出问题了 你真的是大康吗 说实话 这句指责数十败弄蒙了 我甚至都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 我完全确认 他们三个密谋要做的事情 绝不是杀了小梅并嫁祸给我那么简单 而这时 大康也吼回去 去你妈的 不是你一直监控老王吗 怎么还怀疑我了 十二点之前警方所有的可能性 说不定老王提前救 老张的话 说到一半就停了 因为紧接着的 是小三惊讶的叫声 那是什么 接着便没有了声响 不用说也知道 我家里一定发生大事了 大康自然也是这样想的 他对着对讲机问了几句 发生什么事了 但那边始终没有任何回应 大康骂了一句粗口 急忙跑了起来 我听到他的急促的脚步声 从重到轻 他一定是赶过去我家了 这是个好机会 我哆哆嗦嗦地往窗户一动 好不容易才推开窗 一头栽了进去 摔在地上的我呼呼喘的大气 差点我就要没命了 无论是被大康发现我